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本来呢我们昨天看到那个消息呢是指说 据说前后有七个人已经被查办被怎么样 但是并没有受到法律 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是就在这个消息之前 那这他们两口子本身呢出现一个状况 女人呢目前还被在软禁在 几乎被软禁在这个医院里面 男人呢到现在失踪找不着了 而更有一拨人打着大红色的大条幅 说他们是卖国贼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昨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过 就这个事儿 其实再次引起世界各个媒体的注意 人们不理解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解释过 我只说中共的本身的政权呢 所谓计划生育的做法和全国范围内的 女人去堕胎 做这样的事情 做人流 就像刮土豆 其实咔嚓就一个 那就是杀人 杀的是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谁是杀人犯 这个体制 这个制度是杀人犯 哪都有犯罪的 这没错 人心有好有坏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好的有坏的一点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善的一面 恶的一面 那真正的做人 就是约束自己恶的一面 来更大的放大自己善的一面 这就是人 恶杀善良的一面 放纵自己欲望的一面 这就是鬼 一个制度 一个政权 在这个背景之下 形成的社会的价值观 和社会本身的观念 却是扼杀整个人性 放纵人们整体的欲望 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国策的方式 来屠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这样的国体 难道不是魔鬼的一种国体吗 在其中 人们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过程当中 同时又在杀着人 这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概念 和社会的一个风景 这不可怕吗 而竟然在这种背景之下 被害者 被这个体制迫害的人站出来 为了自己的公义 为了自己人本身的一点点尊严 被另外那缺了心眼的人 打着大条幅 说买国贼 原因就是 这些人 这些受害的人 把这样的真相 讲给了外国人 什么叫人吃人的社会 什么叫人性扼杀之后 这难道不就是一个真实的表现吗 不关自己的事 跟自己没关系就走开了 跟自己没关系 可以轻飘飘的去说什么 想想那两岁的孩子被车碾死 被司机撞了之后 来回碾完之后 18个人从旁边走过去 没人管没人问 最后被一个捡破烂的人说 我是人 我就得应该这么做 今天在中国社会上存良知的人 是捡破烂的 是被这个社会唾弃的人 抛弃的人 所以他是人 所以他无法忍受自己人性 和良知的一面 面对他人苦难时 漠不关心 他在这个社会的 本身的被抛弃 捡破烂的吗 被抛弃 成为了他 能够保存自己良知的 一个社会条件 今天在陕西 在安康 七个半月的孩子 被淫产 然后竟然有人站出来 你挣多少钱呢 有病吗 不正是人格分裂之后的表现 打着大横幅 还是老爷们 他是卖国贼 驱除我们阵 是人吗 真的 我就想说 那是人吗 而这样的事情 可是发生在我们周边的 我们身边呢 在那两岁的孩子 被压死 那样的事情 发生的过程当中 没人知道 安康 安康的事情 陕西的事情 还没发生吗 那今天发生的时候 湖南可能也正在发生 湖北也正在发生 我们周边都在发生的 看节目的朋友 你今天在看着这节目的时候 你看一看你自己周围 如果你是国内的 即使从国内来的 你看看你过去的时间 曾经发生过什么 到处都是 所以这个体制是个杀人的体制 这个社会是个杀人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你能相信吗 这样的政党你能相信吗 这样的国家领导人 你怎么去信呢 还在维护着这个体制 这不就是邪恶的 非常邪恶邪恶的一面 所以我们一再讲说 要从真正从精神层面 从自己人性的层面 抛弃共产党 否定共产党之后 你内心中就会敞亮 你看问题的概念就不一样了 你就回归人自然的属性的一面 这是我一再提到 所以九评共产党当中提到的 和退党退团退队 它真实的意义是在那 美国之音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中国网络观察 女人男人怒吼 文章上来再次提到 陕西妇女冯建梅 七个半月大的胎儿被强行打掉 那冯建梅满脸疲惫和悲痛 躺在简陋的病床上 旁边放着四肢齐全 眉目清秀的胎儿的照片 在中国和国际社会 引起了莫大的震惊 然而就在世人依然没能从 这种震惊中恢复过来的时候 就在冯建梅及其家人依然悲痛的柔传寸断的时候 他所居住的县 星期一再次传出更加令人震惊和更加离奇的消息 显示了当今中共当局正在有意无意的挑战人类的基本文明 挑战人道 挑战人性的底线 这是美国之音的开头片 挑战人道 挑战人性 挑战人基本的文明 第一个副标题 他直接讲说更加震惊 更加离奇 他说显然是一些当地中共当局的官员所支持和怂恿的人 在曾家镇 冯建梅丈夫 邓吉元的家门口打出了巨幅标语 痛打卖国贼 驱除曾家镇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事情 消息传来 中国网民透过社交媒体做出了愤怒的反应 一个叫彭远文的说 这是今年除了那张强制堕胎照片 最让我愤怒的照片 今天在镇平县曾家镇 有人打出这样的横幅 痛打卖国贼 赶出曾家镇 就是因为接受了外方媒体的采访 邓家人就成了卖国贼了 如此龌龊下流的人 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不是龌龊 不是下流 能成为党的官员和领袖们吗 真的 我就想问这么一句 薄熙来 这是我们看到的 他自己揭示出来的 薄熙来本身的过程 他从大连一直到国家级的政治局委员的层面 伴随着龌龊下流 杀戮 鲜血 但他却是经典的共产党员 完全是党的 他们的家族就是完全党的背景的一个现实的照片 一个写照 这就是现实 另外一个网友 叫做江和兵 他是这么说的 如果实实在在的事情 接受外方媒体采访就是卖国 那么请问我们的政府 在接受外方媒体采访时 应该讲的都是假话了 如果是真话 不也就是卖国了吗 什么地方的政府会搞得让人如此的发酵 这问的挺绝 另外一位姓包的 朋友是这么说的 政府的帽子似乎戴的不合适 农民能向外方透露什么 国家机密 不可能 卖国显然也不是 国家都不是他的 你城里人口的人 你买的房子叫使用权 房子都不是你的 你去你眼 挂上这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无非是误导一些不理性的公众 利用他们拔掉自己的眼中钉 但大家记住啊 他可是用的爱国主义的说法 注意 他可是用的爱国主义的说法 这么去做的 而这个说法却是中共中宣部门一直沿用的 所有人都在其中 一位叫张明的 他这么讲 陕西被强制银产的妇女的家人 见了一回外国记者 就成了卖国贼了 就被驱除出境 原来老百姓卖国这么容易 他卖掉了这个国家什么东西呢 卖到了面子 这个面子到底是哪丢的呢 谁给这七个月的孩子做的银产呢 卖掉谁的面子呢 他拿真实一面 讲出了这个体制之下的官员所作所为呀 他讲出了这个国体的政策呀 这个共党的政策呀 党的政治局委员204人 我还是就就是这事不放 百分之九十一的直喜家属 直喜家属就是他儿子 他女儿 他爹 他妈 他媳妇 转到海外去 牛脸他坐在人民大会堂说 我们的祖国是伟大 我们每一个人热爱这个国家 我们每一个人热爱这个党 你说那是什么东西 我让大家说 这是什么东西 第二个标题讲 女人怒吼 男人怒吼 残忍到荒唐的消息传来之后 华尔街日报的中文主编 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 袁立放下了主编和作家的架子 发出了女人的怒吼 前些日子 他们重新定义了残忍 今天又重新定义了荒诞 谁能告诉我 黑暗可以有多黑 有多暗 什么叫黑暗 黑暗在党的体制之下 那叫白 那叫黑暗 我记得跟大家形容过 黑社会 黑社会 形容党 那你就要把黑社会侮辱了 小儿科 党有多黑 没人知道有多黑 人人尽气 就像绞肉鸡一样 给他绞死 没有任何人性的存在 没有任何人性的存在 当人性在党的里面存在一点点 任何一个人存在一点点的话 就会被另外党内的势力咔嚓 拦腰斩断 对不 我形容过 薄熙来的事情 不是王立军给他披了糖 胡锦涛 温家宝 奈他如何呀 习近平还得把他当成发小呢 对吧 而王立军跟薄熙来哥俩之间是什么关系 谁比谁狠 谁比谁狠啊 薄熙来不这么狠 王立军不会跟他存尔心 王立军不这么狠 王立军今天早都没了 早都没了 对吧 谁知道在哪混 不知道 因为神经病死了 是不是这道理 尚存一点人性的 在这个体制之下 又得了烟抽的 他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的 为什么胡锦涛 必须抛弃共产党本身呢 这样没有人性与道义道德的体制和政党 这个国体 一定会遭老天爷报应 一定会遭老天爷报应 朋友您记住我这句话 今天 石头说这么多 我无外乎让每一个朋友 咱们有缘相识 我不认识你 你认识我 其实换个角度上说 我也认识你 我要不认识你 你怎么能看我这东西呢 只当打哑 打哑谜 您不明白我说什么 从这个角度上说 就劝每一个人 从精神层面 从道义的层面 抛弃中共 从做法上跟他隔开 否则的话 报应一定会到你脑袋上 我这话咱就撂在这 看着这些东西 任何稍存人性的人 都会发出怒吼的 另外一个律师张凯 放下了律师的架子 发出了男人的怒吼 郑平案还没有结束 我就接到了几十封信和电话 故事一个比一个凄惨 甚至有九个月 已经到了预产期的孩子 被活活的剁掉 心情无比沉重 一个对待婴儿如此残忍的国家 真的会文明起来吗 强制寄生 可以搞了这么几十年 一个重要的男人 是中国男人太不男人了 任凭政府的手 在自己女人身上耍流氓 这话呢 说的挺到位 说心里话 说的挺到位 我自己一直说 在08年奥运的时候 那么多男人扯着嗓门喊 伟大的中国 在你扯着嗓门喊 伟大的中国的时候 你说党骗了你 因为八月份 我们不知道你儿子喝了毒奶粉 但九月初你知道了 你知道你的儿子喝的是三鹿奶粉 三聚清安 哥们你那个时候 你就不能像当年的8月8号 8点8分所开启的奥运 百年奥运的大门时的那样的爱国 你爱一把你儿子 保持一下自己的男人的尊严 保持一下自己做老爷们的 那种基本的概念 保存一下你自己做爹的 应该有的责任 你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不是我这么说你 你看人家律师 人家有文化说的 男人就简直不像个男人样 真是这么回事 而作为家人 冯建梅的小姑子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是这么说的 只因为我们接受了 德国记者的采访 他们就来了那么多人 骂我们卖国贼 我们是卑微的小民 不懂得大道理 可我们都有良心 你们也是人 你们也有家庭 你们也有孩子 可是你们的良心在哪里呢 你们做人的底线在哪里呢 是谁养活的你们呢 他说共产党养活他们 因为他上你们家 扯着大条幅去喊的时候 他心里想了说 我这一票活能给我多少钱呢 这一票活能给我多少钱呢 这就是人 这就是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的一点 这个社会是扼杀做人基本道义的 今天我们探讨的一个概念 就是道德底线在哪里 我一直说没有道德 更谈不上底线了 这个体制是扼杀道德的 道德不存在 你还探讨什么底线呢 不抛弃共产党本身 就会这样 这就是今天胡温的责任 胡温的责任 你今天维护共产党 就维护这没有道德的吃人的社会 就这么简单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